联储局 FOMC 会议 联储局的态度是非常可惜 当日鲍威尔的言论是非常可惜 这幅图是显示 由94年到现在 那么多次Fat Days 即是联储局 FOMC 会议日 由下午2点半到收市时的 Bipo 500 指数表现 为何是2点半? 是因为鲍威尔的发言和记者会 是在2点半的时候开始 大家会看到今次 即是刚刚那个Fat Day Bipo 500 指数在2点半后到收市前的表现 是几十年来最差的一天 而这个Fat Day 整日的表现 是2021年1月1次以来最差的 那究竟为什么市场对于鲍威尔的言论 表现是这么差呢? 以及它所说的或是它所表示的态度 对于市场日后走势 究竟有什么解释呢? 在这条影片我会详细深入讲解 联储局 FOMC 鲍威尔当日的言论 究竟它在说什么? 另外去到最后也说一点 对于中港市场的看法 大家留意本影片的内容 是纯粹经验分享和教学的用途 并非投资建议 大家要小心求正 衡量风险才可以投资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类影片 记得给个like和share 最重要不要忘记订阅 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愈多人like 愈多人subscribe 我就要有动力制作同类的影片 在这个联储局 FOMC 会议之前 在10月21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有一篇文章已经指出 市场在之前7月至8月份 期待这个联储局可能会 减慢加息的部分 而引发一个非常大的红市反弹 而联储局是不想有股市反弹 他们其实不想资产价格表现太好 因为资产价格表现太好 是会有一个正财富效应 以及某些市场 例如债券市场 如果反弹得很重要 债息的息率会下跌 这些financial conditions 即是这些金融的情况 是会刺激消费 以及会正向刺激经济增长 这是跟联储局打击通胀 想经济增长减慢点 减少消费的目的 是背道而驰 所以联储局 是不想市场上升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联储局现在每一次会议 都升成75点指 即是0.75%的利率 这个急进的加息 是无法永远维持下去的 去到某个位置 一定是要慢的 因为正常联储局加息是0.25% 它就不会永远这么快地加进去 所以它去到某个位置 是一定要由0.75 慢慢减到 调节到正常的加息步伐 即是会变成0.5% 然后0.25% 这样加息 因为上次7至8月的经验 联储局即是霸威尔 究竟要怎样说话 才不会令市场的人 以为它是pivoting 放假 而不会搞到7月份 8月份的大升市出现 这篇文章 我橙色挖在那里 它就说了 如果联储局的官员想说 12月开始加息减慢 即是由现在0.75%的加息 就变慢到加0.5% 同时又避免7至8月份的市场大升 他们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案 就是 真是今次这样 他们就跟你说 Half Point Increase 即是加0.5%利息 这个方案是可以on the table 即是一个可行之选 但同时又会告诉你 他们对于现行的经济状况 他们是有机会 将未来的利率 最终的顶部增加 即是加息步伐有机会减慢 但终端的利率 即是最终加息加到最高的水位 是有机会上升的 这就可以避免传达一个 夹派讯息 当日FOMC 会议之后 我在Patreon 频道那里 也有一个简略的版本 就讲解了FOMC 会议 究竟重要信息是什么 我现在就和大家重吻一下 然后我再讲详细一点 昨天的信息 其实就是这三句最重要 第一个 就是它的终端利率预期 即是Ultimate Level of Interest Rate 它就说 Will be higher than previously expected 即是会比之前市场预期更高 那就是不行了 第二就是 This is very premature to think about Pausing Rate Height 即是 现在想利率上升周期完 即是不再加息或停一停 现在是言之上早 We have a ways to go 即是 还有一段路要走 即是将会加更多息 亦都不肯commit 将来的利息的顶毛是多少 这个就令市场恐慌 第三点就是 There is no sense that inflation is coming down If it does turn out that The Fed raised rates too high It has ample tool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The Fed wants to avoid the mistake of Pausing tightening too soon 即是说 他就宁愿加到爆煲 之后去救市 就不想 太早就停了加息 即是超级无敌 hawkish 总结 第一个 No pause is coming 第二就是 Higher Terminal 第三 Harder Lending is likely 即是三样东西都是市场死亡的讯号 好了,当中最重要的讯息就是 联储局是非常害怕重蹬1970年代的覆设 即是当时联储局主席是Alpha Burns 他当时看到通胀稍微回落 过早就停止加息 甚至是减息 而令到 通胀最后在70年代尾重延 大家看到这幅图 右手边 即是有个黄色大箭嘴纸 以及有个橙色 固着 大家看到橙色固里面的红色固 我就固着了1973至1974年 8.7% 和12.3% 这是Inflation Rate Year to year 即是一个年度增长的通胀率 大家看到在1973和1974年的通胀率上升到8.7%至12.3% 当时到1975年的通胀是回落的 大家看到最右手边的是 联邦基金利率 即是我们现在说的加息减息的Rate 大家看到联邦基金利率由1973年的顶部9% 在1975年就降到4.75% 通胀确实是由1975年回落到1976年的谷底 4.9% 但是到了1978年通胀又再升到9% 甚至到了1979、1980年是10%以上 13.3% 12.5% 最后 Fed Fund Rate 到78、79、80 都是要加到10多厘 最高的利率要加到20厘 才可以将通胀压止 即是巴威尔经常说 很怕Prematurary 去pivoting的意思就是 他最怕就是 去到现在的状况 好像1973、1974年那样 他太早减息之后 通胀会重燃 就好像去到1978、1979、19800 通胀在提早减息的情况之下 变得更加劲 去到之后反而要升到 更加高 高到瘋线 才可以控制到通胀 他就不想有这个情况出现 而这些情况 九前月内对于整个经济的破坏 是更加大 而大家痛苦的时间 就会更加长 他就说不想有这个情况 他在记者会指出 Inflation remains well above our longer run goal of 2% 通胀仍然是远远高 过联储局长期目标的2% With 12 months ending in September Total PCE prices rose 6.2% 由9月打上12个月去计 PCE 通胀指标 是升了6.2% Pitcher 能源和食品的 Core PCE price 即核心通胀 是升了5.1% And recent inflation data have again come in higher than expected 他们得到的最近通胀 的资料都是显示 通胀是越来越高的 而不是在减轻 他们的资料是否制后就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投资者最想知道是联储局 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这里就说 联储局如何理解 如何去降低通胀 即是简单说 如果要降低通胀 你的经济增长 就要慢过正常 即是要衰退 还有 劳动市场 是softening 即是要失业率上升 Historical record cautions strongly against prematurally loosening policy You stay the course until the job is done 即是刚才我所说的情况 巴威尔很害怕出现1970年代的情况 太早pivoting 令到通胀再上升 结果搞到息要加到更加高才能够 他就坚持要现在加息加到控制 才会停止然后转向 说这个pivoting或者联储局紧缩的政策 其实说来说是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加息How fast to go 即是去得有多快 第二就是How high to raise a policy rate 即是 利率最终就会去得有多高 第三就是 这个高利率的紧缩的情况 你要维持多久 巴威尔就说 其实 On-going rate increases will be appropriate 他就说 继续加息是合息的 因为他就说 在会议之间 他们就收到一些 strong labor market reports 尤其是CPI report 即是通胀的数据 就显示 他们 有需要 最终 把利率提升到 比9月开会的时候更加高的水平 即是终端的利率 最终的利率加到高位 就要比9月所期待的更加高 红色银着也有一个重要 最重要 To be clear To be clear 意思是 之后所说的 是排演过、量度、想好 告诉你 是重要的信息 他就说 Let me say again The question of when to moderate the pace of increases is now much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question of how high to raise rates and how long to keep monetary policy restricted 即是我们要继续加息 还未够 然后他就说 我们现在 现在已经有一个18个月的高通胀 And we don't have a clearly identified scientific way of understanding At what point inflation becomes entrenched Inflation becomes entrenched 即是通胀变得非常难退却 非常顽固 The thing we need to do from a risk management standpoint is to use our tools Forcefully but thoughtfully And get inflation under control Get it down to 2% And get it behind us 即是说他觉得Inflation become entrenched 即是通胀有机会 顽固难退却 这个风险 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就要用尽方法 用中国词汇来说 叫做加大力度 即是进取加息 加强紧缩 令到通胀受控 最好去到2%以下 That's what we really need to do and what we are strongly committed to doing 他是很强调 联储局是全程投入去做这件事 即是不成功就变成人 这里也重要 有人就问他 会否现在不停在这儿 进取加息 是会有over titan的情况 即是会搞坏经济 令到经济崩溃 以一个risk management standpoint 他们为了避免一个 挥之不去的通胀 他们是要做到足够 宁愿over titan 如果有问题 之后救回市 他们宁愿是这样 所以宁愿是有杀错 就没有放歌 宁愿是titan到 之后爆煲要救市 他们也不会过早是宽松的 这样 是不是很硬呢 有人问到 因为美国的经济 很strong 还有 会不会美国加息 会搞到 世界其他地区 会爆煲 顶不顶 鲍威尔就这么说 The world is not going to be better off if you fail to do that 如果我们控制不了通胀 世界都不会好过 That's a task we need to do Price stability in United States is a good thing for the global econom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Price stability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pays dividends for our economy for decades hopefully Even though it may be difficult to get it back Getting it back is something that gives that provides value to people which serve for the long run 其实简单说 它不会理会世界其他地区的死活 它是会加息的 为了长线大宗 全世界人的利益 它是会继续加息的 所以就不要想 世界其他地区 比如欧洲 或者日本 有债券危机爆煲 它会突然间 pivoting 不再加息 甚至减息 不会的 他们就会只看自己的情况 总之加到通胀控制得到 如果有惊喜爆煲 就想方法有什么技术去救 就是这样 接着有记者问他 债息曲线倒挂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和Lina拍过 那条关于债息曲线倒挂的视频 如果大家还没看 记得重找 在4月初的时候 10年和2年那段倒挂了 开始引发大家对经济衰退的担心 现在就去到 发展到3个月和10年的短债息都倒挂了 之前我们也预示了 根据联储局或者一些经济学者研究 就发生了3个月和10年债券倒挂这个情况 之后就几乎肯定 是会发生经济衰退的 以前 巴威尔也曾经说过 他会看着3个月和10年的债息曲线 去考虑政策制定 但现在就反了口 这里就是他解释为何债息曲线倒挂了 还要继续紧缩 他就说 You have to look at why things why the rate curve is doing what it's doing 就跟你说倒挂了这个不是重点 为什么倒挂了才是重要 对不对 就是搞变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说 It expects cuts because it expects inflation to come down 就是说可能是因为 债市的投资者 就期望 通胀会有回落 就令到联储局会减息 In this case,if you are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 market is surprising in significant declines in inflation that's going to affect the forward curve 我想这个讯息 或者这个 或者叫knowledge 是整个 FOMC 会议 记者会或者巴威尔说这么多 最davish的一句 即是说Yield curve倒挂 可能代表市场的人 Smart money 债券投资者 期望通胀会下跌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巴威尔是不为所动的 不会被Yield curve所影响 是继续加息的 去到这里 其实我自己也承认 我自己在年头 我也是peeper run 因为根据以前我们认识的巴威尔作风 18年20年 可能当时就没有通胀那么重要的情况 而年头大家都不知道通胀是那么entrenched 是吧 所以 大家就没有期望 巴威尔是那么hawkish 我有时候也是在想 债息开始倒挂 经济衰退开始 巴威尔是会转态的 去到年中其实我自己也修整了 自从他破福卡上升之后 我已经是没什么期望 如果现在投资者还是期望 他会因为经济慢了 或者衰退 或者是市跌得多 债息倒挂 他会pivoting 我觉得大家就要调整预期望 他不会这么做 总括来说 他只是看两个数字 第一就是失业率 就是就业的数字 第二就是通胀数字 CPI 或者PCE 而且通胀是要持续回落 我想也回落得比较低的水平 他才会转向 其实他也会保持高水平 他未必会继续加 可能是Pause 但就不会减 所以这就是今次FOMC 会议最重要的信息 这幅图是From Wall Street Journal Harray 了就是近期的10年和3年的债券债息 大家会看到他们的差距 已经低过0的线 这个就预示了经济衰退 通常经济衰退 在倒挂后大约4至6季会发生 经济衰退其实现在 以各种指标来看 都近乎是极高可能的 真的会发生的 历史上的数据 利率好像现在这么高 现在的利率就去到4% 去到这些利率水平 或更高的地方 又出现经济衰退 又出现10年和3年债券债息 亦可倒挂 S&P500的转变 历史数据上是-4成以上 每一次都是平均 10年债息的跌幅在2000年和2006年 是有4成的跌幅 但当时2000年和2006年 是没有任何 严重通胀的问题 但在73年那次是有严重通胀 FAT是进取加息 所以当年10年的利率 即使是债息倒挂之后 也是升了16% 才停的 所以这次如果大家觉得 债息倒挂 或者可能通胀 之后有可能会回落 而觉得债息现在 或者债券跌了这么多 很超级 债价会反弹 即债息会跌 1973年的例子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未必是一定的 我不是说一定不会 但是就不一定 不一定的债息会跌 可能债息会上多一段时间才会再跌 但反过来的好消息就是 如果 Yield curve 开始倒挂 经济衰退会发生 而且开始接近 通常债息 再上升的空间就未必很大 即是有机会再上升一点 但幅度就未必会很大 最后8位总结 What I'm trying to do is to make sure that our message is clear which is that we think we have a ways to go 即是说它要很清晰地告诉你 它们的加息或者紧缩的道路 是还有一段路要走的 I've also said that we think that the level of rates that we estimated in September The incoming data suggests that's actually going to be higher and that's been the pattern 即利率会越来越高 他们也会随着通胀 其实没有减慢或者降低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会继续去加息 其实这个讯息就是这样 I just think that the inflation pictur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hallenging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year without question That means that we have to have policy to be more restrictive and that narrows the path to a soft landing outside 即是说现在的通胀就越来越严峻 所以它们就要更加紧缩 Soft landing 即是软着路的机会 就越来越低了 那就结束了 所以白威尔说完之后 利率期货就显示 中端利率 原本其实开会之前是5% 大家看到图中 蓝色 格制的地方 就是利率期货显示 机会率最高的利率的位置 大家看到 在2023年3月至11月 最高机会率的位置 都是在 5-5.25%的地方 但其实大家再留心点 5.25%-5.25% 和5-5.25% 百分比其实不是差很远 尤其是在5月至7月的时候 市场已经开始估 利率有机会高到5.5% 这里我结束了 2023年7月会议 市场股 究竟Fat Fund Rate是去到多少 大家看到 红色包图中 5.25%-5.5% 这一项 大家会看到 一个星期之前 只有6.3%的机会率 现在已经急升到三成 好了 会议之后 Beeple 500指数就大跌 刚才也说了 Fat Day 基本上是2021年1月以来最差 但债券走势是怎样呢 10年债息 其实是不断上升 有人讨论近期升慢了 是升慢了但也在上升 就不像6月至8月的大市反弹的时候 你看到10年债息在那段时间下跌 但现在 大市由10月好像有些反弹 但其实 10年债息 在10月开始 反而是不断上升 跟6月至8月的时候不同 这幅图 这幅图 就是我抄这个Sylvacu Capital的 Presentation 它很好 就列出了 之前这么多年以来 那些熊市 有recession 没有recession 或者 不介意有没有recession 总之所有熊市 标普500指数 平均日跌幅 维持多少个月 大家有兴趣可以停止 实际慢慢提 它就列出了在这幅图 各种有recession 没有recession 是median 还是average MED 即是median 即是中位数 Average 即是平均值 即是min 它们 在这些时段 Beeple 500指数 跌幅有多少 就列出了在图里 选择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 Yieldcraft 道挂了 联储局已经说明 远着落的机会越来越低 而且经济有衰退 或者是怎样 这样它们 去到有问题才会够市 宁愿overdue 也不会缩 所以经济衰退 我觉得几乎是肯定的 所以如果我们撇除了 以前历史数据 所有没有recession的 scenario 我们的 标普500指数目标价 的中位数 就会是2926点 即是图中 紫色线 而average 即是min 就会是2782点 即是黄色线 是不是很惊吓呢 不过这个估计 又不是不合理 因为大家都会看到 有很多投机型的增长股 甚至不是投机型的增长股 是一些 Fan Stocks 例如Facebook 现在叫Meta 其实这个低位 已经低过 2020年 跌到熊市的低位 还有很多其他股票 其实开始 你看到Trip pattern 已经去到 紫色线 或者是黄色线 这些区域 所以指数最终 会不会跟随 会不会跌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要Open Minded 不是不可能 但当然 你要去到这个目标 圖中日 绝对不会是高峰 INT 通常在圖下方的情况 很多波折闪着 摔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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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再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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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就是远远跑赢这个标普500指数 幅图最顶的指数 在蓝色线上是导致 标普500指数20日平均 最近是远远跑来 是很过传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 我估计主要是标普500指数的拳宠股 即Fan Stocks 最近表现很差 业绩差被大举沽售 真的有很多股票沽到地核 例如Meta,Amazon,Google 比较好的是Microsoft也是沽得很差 苹果最近几天都被沽下来 所以大股变得很差 令到标普500指数跑输 还有很多其他科技型的股票 但导致没有这个情况 没有这些特别的权重的效果 也没有那么多这些重型的科技股 而最近能源、工业、财务股 即是金融股表现得很好 所以导致是跑赢的 但是历史上导致和纳指 或者标普500指数是正相关 齐上齐下 很少会偏差得那么远 我找回以前历史 有没有什么时间 他们的表现偏差得那么远 是一个negative correlation 我唯一找到一个时段 就是2002年5月 即是这幅图中 蓝色直线冻住的位置 情况和现在有少少相似 但不完全相似 导致反弹到200天线 但纳指无力 一直在上沉底 我唯一找到这个时段 是比较像现在的状况 大家就会见到最后 导致和纳指都一起跌 导致甚至有追跌的情况 而不是有一个情况 导致的股票就领先 之后纳指就追上 我就未见过这个情况 传统上的sector rotation studies 都是说红去牛内的scenario 通常都是科技股 增长股 车次分消费股 领均 然后其他传统界别是追上的 就未试过再调转 这幅图就是金融海啸 即次案危机 2007至2009年 熊市的情况 大家见到在那次 那时候 纳指和道指 就没有这些divergence 大家见到大致上 都是齐上齐落的 熊市去到尾 其实纳指就没有再破底 反而道指是再破底 因为当时的问题 是一个金融危机 是银行危机 道指就比较多金融股 而纳指就没有金融股 所以就有这个分别 而今次的情况 反而和刚才之前 这个科网爆破可能会相似 因为 我们今次都有一些 增长股泡沫爆破的情况 而反而传统类的 我们叫价值型的股票 就算去到牛市的高峰 其实有股值 我就不觉得 比如举个例 金融股 或者一些能源股 或者一些工业类的股票 在2021年我就不觉得有泡沫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情况 就会令到 道指和纳指 有这些 Divergence 七几年的那些 我们就没有办法比较 因为那时就没有纳指 你可以和标普500指数比较 但是七几年的时候 导致都是和标普500指数同步 亦都没有任何Divergence 这幅图就是标普500指数的Equal Rage 即是我们撇除了权总因素 500只股票众生平等 一样等待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会看到 其实标普500指数 都有一个显著的反弹 这个chart pattern 其实也有这次罗素2000 或者是一些道指的情况 它其实都弹到200天线附近 大家看到图的最上方 我一样将这个 Equal Rate 和一个正常 是一个市值加权的 标普500指数 去对比 大家看到它一样 和道指一样 它一样 这个Equal Rate是跑赢市值加权的标普500指数 很多 它一样是弹到200天线有pullback 所以 所以就更加肯定 为什么标普500 或者是纳指100 这一浪跑输这么多跑得这么差 是因为大型股是遭到沽售 这幅图就是 Fan Stock 我们叫做大将军 Apple Amazon Google Meta 即是Facebook 和Microsoft Candle Glance 的图表 大家看到这些股票表现有多差 每个都破底 除了苹果也挺得住 但是周五 就算大市有反弹 它的沽售也挺严重 这幅图是纳指100 Equal Rate 即是纳斯达克指数 100只股票 无分市值 即是一样位置的指数 大家看到纳指100的表现 都是属于差 即是表示 增长科技类的股票 在这个高息环境之后 都是表现不好 表现不好的 不是只是大将军 不是只是Facebook 其实整体科技股 增长股表现一般 远远差于 价值型的股票 这是整体高息环境的现象 即使星期五 标普500指数 或者整体的大市 是有一个反弹 成交量好像大大 我觉得星期五的反弹 与飞龙数字 就未必有什么大关系 反而就是 与中国开关消息 就有些关系 因为如果中国真的开关 不再做清零检疫 它是会令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 舒缓 因为中国始终都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它的经济增长 对整体经济衰退有帮助 而中国的工厂开关 对于整体的通胀压力 也会有舒缓 但是中国开关 另一副作用就是 油价或资源价格会上升 所以大家会看到 当日油价和其同的价格 是有个飙升的情况 而因为经济增长有机会舒缓 所以你会看到 长债的利率是上升的 在星期五 就不是大家平时看到 债息下跌 股票上升的情况 因为经济增长 就对这个债券是不利的 其实即使是这样 标普500指数的周线图 如这幅图大家所显示 其实仍然是 Primary Trend 仍然是向下的 而上周都是下跌的 成交量亦都上升 以中长线角度来说 即使星期五反弹 趋势仍然是没有改变 最后要讲讲港股 中港股市上个星期反弹得很厉害 大家看到这个周线图 它这个抛物线式下跌的走势 非常超卖 非常超越 就算没有什么消息 其实你都预认了跌到差不多 都会有些反弹 在星期五就出了一宗 前管理卫生的一个官员 在银行会议中 说清零政策有机会 本质上改变 类似是这样 令到大市大幅反弹 但是周末又有些官媒 或是一些新闻截图 在网上流传 说继续坚持清零 真是不知谁才对 不过即使是这样 交易港股的话 其实我觉得 第一 在目前的水平波幅 非常之大 第二 非常新的Street Fund 亦都是消息主导 第三 长线的利淡因素完全没有改变过 非常之高风险 但是我自己假设 恒生指数 如果以一个 Main Reversion 纯图表的角度来说 图中我自己画的 蓝色线走势 是有可能会是这样的 但是 交易之前大家要留意 你交易港股有没有一个优势 如果纯粹博反弹炒消息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 与赌大势 分别就不大了 因为消息 昨天就说清零改变 今天就说坚持清零 我自己就觉得非常之难参与 我自己就觉得所有参与港股的朋友都要留意这一点 而港股有大反弹 亦都是大家原本如果持有一些港股 或者是 香港市场资产的朋友 可能是一个重整 资产配置的一个好机会 希望这条影片可以帮到大家 详细的大市 国别股票评论 及周围的文章 或者关于操作上的东西 我就会在Patreon的频道发表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加入 好了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